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已经开始微微泛红了 我们今天我们几位能够聚在这里 其实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今天算是正式启动了 我们在座的四位都是这件事的发起人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交集 就是建筑圈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我们严老师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建筑媒体 我们王海康 海康兄他是属于建筑师身份的酒吧老板 对 我们今天是在海康的这个酒吧里 冯老师是我们深圳市的建筑设计大师 但是他的作品也非常的多 但是我觉得他能够今天加入我们的节目 最重要的一点他本身也是一个话题引导者 更多的人说冯老师是话题终结者 就是当他去参加一个论坛或者是他发表一个演说的时候 在他之前讲的人都很狼狈 在他之后讲的人觉得没法说了 就是基本上属于话题终结者 我要终结今天的话 所以我们也是很大的冒险 我们请黄老师来加入我们这个话题终结者栏目 那这个栏目的名字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商量叫微醺城市 为什么叫微醺城市呢 这个我们桌上的这个酒其实就已经揭晓了答案 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建筑师身份为起点 但是大家在一起以威士忌为这个话题的切入点 共同来讨论一些我们关心的话题这样的一个谈话节目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元的这个因素夹杂进来 会形成今天微醺城市这样一个节目 其实是有一个缘起的 这个缘起其实就是我们这位王海康 海康兄 没想到 对对对真的没想到 因为我跟海康认识也返久了 我们之前对海康的说法我们是网友 对最早好多年前我们在网上认识的 然后因为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会有一些聊天 但是后来海康的人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我其实现在到这个年龄段 我其实特别喜欢四个字叫不期而语 因为很多东西你看上半辈子我们去考大学啊 找工作啊对吧 诸如此类等等的很多东西都是刻意的在做 但是发现刻意做的事情不一定结果是符合你的预期的 但是很多事情是无心插流的 就特别有趣 我上次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 就有天晚上我去拼吧 喝得醉醺醺的 刚好碰到了这家酒吧 其实因为刚好 就是我在我工作满20年的时候 就遭遇了一个人生的一个瓶颈期 这个每个人都会出现一个特别消极的一个阶段 中年危机 对他们说是中年危机 我事后想想 我还专门去百度看了一下中年危机这个词条 好像某种程度上是笨合的 老风你现在还没开始 你总有一天会开始 等着吧 那后来呢 我这个阶段慢慢走出来 走出来呢 基于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我开始画画 蛮有趣的一件事 其实中心的意思呢 就是每周六我会带一群普通的市民在城市里头行走 去画画 到现在可能坚持了有个四年时间 总共去了两百个地方 接近两百个地方 那这件事呢 就是打开了我的一个交集圈 就是说我开始走出建筑圈 会跟建筑圈外的很多有趣的人发生交集 因为建筑师啊 基本上都有绘画工地 尤其是画塑写啊什么 就基本上是基本功了 那你觉得你接触的这些市民 和你在这建筑圈 我不评价它高低啊 就是说 有什么差别吗 就是你能跟我们说一下 我觉得我去发起这个活动呢 可能绘画 某种意义上是个媒介 我可能更看重的 或更接受的是 它城市书写的理念 城市书写的理念呢 实际上 我不能说用一句话去涵盖它 但是它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的平民色彩 平民文化怎么定义 不是那种高冷的 或者学术的 建筑师很高冷吗 冯老师 你觉得呢 在很多 你要想做一个建筑师啊 很多情况下 就是必须要脱离群众 因为什么呢 你做建筑师 你叫他主意 对吧 你如果听很多人呢 众口难调 所以呢 建筑师经常就去你 对 所以建筑师是一个 非常招人讨厌的一个群体 就是你看这个像 柯布希耶啊 是吧 这些人 柯布去莫斯科 给人提一个计划 哎 拆了 把这些群都拆了 就留一个那个 克里姆林宫 就行了 你看这多招人闲呢 他就是这样 就是脱离群众 对他是今天 所以他这个是挺反 就是你要弥合 就是建筑师 对对对 他那种建筑师算是 建筑师里面比较离京叛道 嗯 但是我的观点呢 是这样 我觉得建筑师 它首先是根植于生活的 我觉得跟大众的生活 是不能背离的 不能脱离的 所以我觉得 我某种意义上 是以绘画媒介 在搭建一个桥梁 那聊到 聊到我们这个节目 对 你坐以待毙 还不如自己去寻求出路 我的想法就是 我寻求自己的一个 这个兴趣的方向 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自然地就走出这一段 好的 实际上发现有一点呢 就是在酒吧里头 会碰到很多有趣的人 然后也会跟认识的 或者不认识的朋友 在这发生很多故事 这种故事的媒介就是酒 喝了酒以后 人呢 他的弹性会比较浓 然后呢 他中间呢 他会聊出很多 碰撞出很多故事来 那我就觉得 这个地方似乎 还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那这个里头 有出现一个奇迹 就是有人说 我长得像多文桃 来给个镜头 把那个多文桃老师的照片 并态放在这里 这个长得像多文桃 确实有点像 对 多文桃刚好有个谈话节目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打电话跟他说是开玩笑的 我说都很多人来 我酒吧都说 这个老板像多文桃 我说我 早上是眼镜像 你别想多了 好 眼镜像 海康跟我聊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其实因为我们不是一次聊这个事 当时我跟海康说 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做一个谈话节目 你自己本身的内容是一部分 但是你制作这个内容的团队 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制作能力 另外有没有渠道的推广能力 另外他是不是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团队 能支撑你持续的去做那种的输出 这个可能比我们几个人在这聊聊天 这件事可能要难得多 所以呢就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 我就想到了严老师 但是我在呢作为一个短视频媒体 应该讲这两年就是非常快的 应该在我们感受当中 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上和节目上 论坛上学术活动上 或者是一些媒体的宣发上 都看到了我在的身影 而且呢他制作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内容啊 应该讲是获得了我们整个业界的一致的 这个很高的一个评价 但是杨老师据我了解呢 您又是从一个传统媒体 传统官媒里工作了很多年的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能够从这个传统媒体 转到我们的新媒体 然后还做得这么棒 您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基本上这一辈子都是在做媒体 那做媒体呢 传统媒体基本上就是国家的媒体 直到刚才所说的中年危机 真的吗 也是因为中年危机 可能啊 我现在想到的这种感觉可能是 那个时候突然间就觉得 哎呀这样做下去不行 这样做下去要出去 因为这个传统媒体它做的东西呢 它其实它有一种通知啊文件啊 就是它是居高临下的 它讲究的是权威 我们在那个里面去做的时候呢 就是你的服务性是不够的 直到乔布置 直到贫苦 我们曾经这个在洛基亚 出现手机的时候 我们当时还在想做这个手机报 那个时候的手机报实际上 就它解决不了新媒体的问题 所以乔布斯它的苹果出来之后 手机报 然后现在的新媒体 才真正开始诞生 也就是新媒体诞生之后 我们才有机会来做新媒体 否则你是没有机会 就是智能手机的这种普及 这几十年来它是非常大的变化 你比如说从传统媒体到了网站 就当时说的门户网站 那门户网站又进入了手机 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 我们当时呢 在做传统媒体的过程中呢 我们又开始接触到了房地产广告 因为整个的这个媒体的商业模式 它是靠广告的 靠广告 广告最大的一块呢 它实际上是靠房地产广告 房地产广告开始使得我们觉得 对于这个建筑的理解 我们当为房地产广告 去做一个文案的时候 你这样怎么理解这个房子 我们最终还是觉得 我们走了很多地方 我们都还是觉得 只有建筑师才对这个房子 对这个地块的人文和商业 有最好最好的理解 跟发展商想宣传的那个口径 是不一致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 你这个要把这个项目推广好 实际上50%的商业就够了 地块的价值 实际上是内容 实际上是已经由建筑师理解之后 把它做出来的那个产品 所以你不把背后这个50% 讲清楚的话 你只讲商业部分 它是空洞的 您说的这个事 我特别有感受 以前我们看那个房地产的 那些视频啊 那些广告 以前都是香车美女 然后或者是那种富二代啊 或者是那种大佬啊 都是这样的人出镜去拍广告 但是现在的很多地产广告 都是请建筑师出镜了 比如冯老师就拍过不少 没有 地产 所有我拍的地产的广告 都不是我设计的 我也不了解 然后他就塞给你个本子 反正你就照着说 收钱了 收钱了 公司收钱了 真的都没收钱 都是替公司去 就是人说 哎呀你们公司 对对对 就就就你来吧 这个因为我长得比较好吧 是吧 可能是因为形象问题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其实地产广告 建筑师这个组合 本身就是个特别虚伪的东西 房子这个广告 本身 它只是一个宣传 并不是代表了这个房子的内在的质量 当然它会跟内在质量有关系 但是更多情况下 它其实是附在面上 其实我觉得 中国的建筑师做设计的时候 他是相当脱离这个具体的使用者 因为使用者 我不需要对你负责任 我需要对给我合同的人负责任 当然有些建筑师 他可能会跟这个策划呀 会跟这些对抗一下啊 但是多数情况下 你按照流程 你的任务 是别人订好了靶子 你去实现就完了 这个靶子对不对 跟你没关系 所以靶子上也没有这个 县市中的这些 大众啊 市民啊 这些 所以其实建筑师的工作环境 是有点脱离县市的 我当然认为 建筑师应该是面对群体去互动 然后从县市中去学习 但是呢 我们的整个这个流程里面 其实造就了结构性的 就造成了建筑师的工作 其实要脱离这个现实 那当然这个广告 同样它也是这样 就是当他去拍广告的时候 你说他真的对这个建筑 有什么很现实性的深入的理解吗 我觉得也不见得 它是整个专业话语 加上地产的这套经营的逻辑 整合出了一个闭合 它也是一个闭合 就是它已经自说自话 而且它是自洽的一个逻辑 就是挺可怕的 但是呢 你说它有没有效 我相信很多时候地产的这些东西 是有效 为什么 杨德昌有个电影啊 叫麻将 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人绝对是懂得精神分析的 虽然不一定是学过精神分析 他那个麻将里面 其实就是讲一群骗子的故事 这边有个小骗子 他爸是个大骗子 然后这个小骗子呢 就说 我就认为我爸的话 说特别有道理 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就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重点 不是你要知道 他应该要什么 而是你要非常自信 非常肯定的告诉他 你应该要什么 就行了 至于这是不是他要的 不重要 也都没人知道 这个骗子 他的核心的技术 就是首先 你跟我讲你要什么 我就告诉你 这不是你想要的 我要say给你的 才是你想要的 做这个广告的 精神也就在那 对 所以其实就是地产商 和建筑师共总打造的 这样的一个幻境 支撑了 岩老师 迅速地把他的事业 发展起来了 是吧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您就可以做一些 您真正想做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发现了 另外一个 新媒体带给我们的机会 是什么呢 当建筑越来越高 过去的西方的建筑师 事务所 他都喜欢用平面的 摄影师他一般的建筑 他是可以拍好的 但是当建筑逐渐往上走的时候 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了 他没有这个能力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 似乎这个媒体的业态 和建筑的业态 都在同时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这个建筑 从西方好像在往东方走 东方呢 又开始有了新媒体 产生了城市生活这个概念 突然间我们又产生了 有一个无人机 这个技术解决了我们 普通的相机 去对一个建筑物的结构 所以所有的机遇 都使得我们发现机会在这儿 我们在欧洲去看 它所有的历史都在建筑上 但是你在中国你从建筑上 你看不到你的时代 但这个国家几乎是在重建 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 我们发现这个对房子 对这种国家的一个兴旺 对于新媒体的诞生 那么多种机会集中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就说新媒体 我们选择的是视频新媒体 从以建筑为原点 所反映的这个社会生活 我觉得也是冯老师特别擅长的 他讲的东西不只是建筑 他混合了非常多的其他的因素 所以他变得有意思 讲的都是很危险的事 其实建筑师对 对节目怎么办 就并不是说建筑师 只关心图纸上的那点事 就建筑师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 这样聊到这个话题 我觉得张立你应该说几句 实际上建筑圈层 你会发现他的话语圈还是在权威手里 对吧 我们其实建筑圈缺少一个 就像我说的定义的平民化的这么一个谈话的平台 因为我们能见到的都是一些学术论坛啊 权威的人的对谈啊 但是你看大量的年轻建筑师呢 还有未成名的建筑师呢 他们在哪里发生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渠道给大康 对 这个海康说的这个事儿 其实是我们这几年 我们跟冯老师 还有两位深圳的建筑师 一位是沈池 一位是朱雄义 是我们四位建筑师 这几年特别着力在想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建筑师本身这个团体有话一权 但是建筑师这个团体内部 他其实他的层级感还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可能真正能够在这个大座面前发声 然后作品能够被大家看到的 就平均40岁以上 就是他里面有一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潜规则 就是说哪怕这样的一个项目 真的是你有青年建筑师主创 或者说你在里面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最后在署名的时候 你那个项目负责人 或者是你这个行业的 比如说大师也好院士也好 我们不针对某一个 我们就说整个行业的情况 他一定会署名在这些人的前面 那将来这些项目在被发表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有机会在对外做学术交流的时候 可能出席的也都是这些人 所以真正的担任主创的 或者说在项目里付出大量心力 和很具体的思考的 那些建筑师是不被看见的 但是恰恰是这帮人 可能是撑起了 整个真正建筑设计行业里面 最重要的一部分生产力量 我们说的这个团体 那我们这段时间呢 差不多有可能从1617年开始 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活动 叫设计护士 这个设计护士呢 就是定位在 还刚刚才说到了 就是能够为中青年建筑师 提供一个发声平台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应该讲叫民间社群吧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这个社群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每年会 根据我们在这个建筑市场圈 了解到的这些设计师的这些活跃度 我们会邀请一批建筑师 在我们每年一度的这个设计护士的论坛上 去分享他们的作品 一开始办第一第二期的时候 我们还属于一个很小圈子里面 我们这个自发的行为 到后面三四五期 现在办到第四五期 就是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现在几位发起人现在也感觉到 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责任感 好像变重了 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一个更公正的机制 或者说更开放的这样一个心态 去让更多的建筑师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交流 所以这几年其实也做了一些有限的工作 那未来可能我们也希望 设计护士是能够补充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现在微醺城市的这个节目 因为有大量的建筑师 他也有很多非常好的青年建筑师 他的想法 然后我们也会陆续地请他们来参与 听听他们的这些设计上的这些见解 包括他们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的一些看法 到现在为止 我仍然觉得整个建筑师群体跟外界 还是一个比较隔离的状态 所以既然那个严老师的 我在的这个视频的这个团队 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新媒体 或者说一个桥梁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这个节目以后在制作的调性上 它是一个更加开放的 然后是一个嫁接这种社会大众和设计领域 艺术领域文化领域 多个领域的这种一个中介吧 我希望是我们能够有更多的 不同领域的人在这里碰撞 所以我也希望以后我们每期请的嘉宾里面 不都是建筑师或者设计师 还希望有更多的文化人艺术人 或者是我觉得有意思的 就是跟文化不沾边的人 其实也可以对吧 中国的这个人群之间的这个格列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个不就严格 我们经常交朋友都是交的是差不多职业背景的朋友 对现在的这个媒体啊 或者说整个社会的现象 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壁垒 就叫碎片化 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这种节目 可以把这个壁垒给它打开 所以确实是有时候我是觉得要突破 突破 这一点是不会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实际上在这个城市里面 它拥有巨大的孤独感 每个人的那种 尤其是年轻人 他来了之后就是一个格子 然后两点一线 两点一线 他就这样 他没有生活我觉得 对所以我们后面很多话题 都会涉及到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对他们关心的问题 不仅仅是建筑权的事 那就让我们年轻人来看 我会看到很多人来酒吧 有表达的欲望 而且是借助酒以后的表达欲望 特别强烈 而且包括我在做书写真正的 我就发现艺术是可以疗愈人的 然后呢 我现在又发现酒是可以疗愈人的 但是不是酒本身买醉 而是喝了酒以后 它的那种倾诉的感觉 它把那些东西倒出来了 放松了 跟大家分享了 放松了 所以为什么要喝酒 对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我觉得有一个方向 就是唱首预言 就是我们要聊一下跨界 我觉得每个人不能说 到了这个年龄段了 还在做就纯粹的本行 所谓的本行 应该跳出这个圈子 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包括开酒拜 包括你做那个同族文化呀 还有开餐厅的 对 你刚才其实已经聊到一些 比如说你说做书写神真 对吧 做书写神真是算你跨界的 然后你现在又开始做酒吧 这也是你跨界的 对 那冯老师其实在跨界上面 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儿童的建筑教育 对吧 那而且已经是在品牌方面 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 那冯老师是为什么考虑到 要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说 对 冯老师对 为什么要去做儿童建筑教育 我觉得你可以借这个机会 其实做儿童建筑教育呢 这个逻辑就是很简单 是因为我觉得建筑你学到后面 就慢慢慢慢发现 其实它重要的不是一个设计 是一种知识 这种知识呢 其实是关于理解自身存在的一种知识 你看我们的人 你怎么来描述你的存在 你当然你可以虚一点 像迪卡尔那样 比较精神化 对不对 我思 用我思这个维度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是活在现实世界里面 但是我们如何来定位在这个现实世界里 你一定是什么 时间和空间 而时间和空间中 你人如何存在的 它就是一个建筑的概念 因为我们讲建筑 一定是关于人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建筑一定是延续很多年的 而且这个建筑是形成了一个空间 而且这个建筑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空间 是因为至少某个人认为这是他需要的 或者说他认为你需要 所以这个建筑是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的一种东西 而且这种存在的根基完全是基于人的 当然你可以说基于人的欲望 或者基于人的需求 基于人的等等方方面面 但是这个原来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 它一定是因为人而存在的 而它存在之后 也是在表现的 或者影响的人自身的存在 那你要想理解你自己 你直接理解也是很难的 所以通过建筑来理解你自己 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途径 所以我觉得学建筑呢 不是为了当建筑师 是为了认识自己 在你一生中 你不断的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就是认识你自己 那这种逻辑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希腊神话来讲 就是美杜莎 美杜莎的这个头 其实就是真世界 用那个精神分析的概念来说 它就是真世界 或者说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但是我们能直接面对它吗 我们不能直接面对它 直接面对它的人 就实话 对吧 所以能杀死它的人 是借助一面镜子 折射 然后看到它 不是直接看到它 通过一个中间看到它 那建筑其实就是这面镜子 就是这个中间 那我在视频 新媒体 也是一种中间 就是我们不能直接去 面对真实 我们要通过一种工具 一种媒介 我觉得我们想 我自己做儿童教育 就是希望给大家多一个工具 就是认识你自己的工具 所以我说这个儿童教育 它不是一个职业教育 它是一个素质教育 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一点 那你为什么不去教成年人 要去从儿童开始教 因为成年人已经实话了 不可恕了 你已经改变不了了 已经被格式化了 来 来 来 那今天拿这个试试看就要 这个特别简朴 这支酒呢 是叫格兰花格 105 很容易便是黑牌 然后格兰花格这个名称 看上去是花体的 那基本上喝 苏格兰飞机的人都知道 就是基本上酒厂都叫格兰 这个格兰哪个是吧 格兰杰 格兰哪里奇 然后格兰花格 那格兰它就是 一个山谷的意思 因为那地方就是水好 所以就很适合尿酒 格兰花格这家酒厂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是现在苏格兰飞机里面 为数不多 还是自己家境 就是它是一个家族企业 绝大多数都被什么 那个大的那种跨国公司 像什么三德利啊 什么 迪亚基欧啊等等 这些 日本那个三德利 对对对 然后它收购的苏格兰飞机的酒厂 现在还有中国人去收购苏格兰飞机 就是现在这些大的企业 比如说做那个路易威登的这个 大的奢侈品集团 他们也买了很多的酒厂 所以现在 还是自己家自己经营的 已经寥寥无几 这家是其中之一 所以因为它是自己经营 所以它坚持它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家酒 酿造工艺上是比较有个性 嗯 就是很多传统的东西 还在他们家保留 另外呢 这家酒厂呢 是一个老酒 特别便宜的酒厂 所以你要想喝高年份的 这个Viz 就是买他们家的 特别好 举个简单例子啊 格兰花格的25年 1300块钱左右 麦卡伦的25年 2万块钱 你看这个差距多少 所以就是 你要想喝这家的酒 是性价比特别好 这个酒的来历比较有意思 它是那个 以前苏干人都是喝调和味的 摻很多水的 然后拿不同的酒厂的酒勾兑出来的 那这家呢 就是 它就是想在冬季 在那个最寒冷的时候 其实就是圣诞节前后 希望拿一款酒来跟邻居们分享 所以这个老板呢 就其实它一开始不是对外卖啊 它就是 造一个 特别有力量 特别温暖的酒 然后今天那个季节喝这个 不是很合适啊 它特别适合冬天喝 就是 在那个时候 它就是送给大家 作为这种 圣诞节的一个礼物 所以 它也是用的了 红色啊 这个 那 所以这个酒呢 它是没有兑水 酒精的强度非常的高 到达 60度 所以就是在冬日里喝下 特别温暖的一款酒 当然它也是个非常强悍的一款酒 哇 60度 然后 这个酒呢 它 为什么叫105 这是因为 英国人呢 它既这个 酒精度数的方式不一样 它不用这个 枣棉 它是不用这个 百分比这种方式 它们有它们自己套算法的 那这个算法呢 就我们今天折算起来就是 拿这个 这个实际的酒精度 除以4 再乘以7 那 这个60度 所以它除以4 乘以7 正好是105 所以这款酒 就被命名为105 其实就是 讲它的酒 超高的酒精度 早年呢 就英国人呢 他们喝酒 里面也是会兑水啊 什么的 那有些船员就觉得 喝这个酒 不带劲 所以他们就要 定一个标准 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使这个酒啊 就是非常的有 怎么讲 故事性 这个酒呢 是 撒切尔夫人 当年特别钟爱的一款酒 大家都知道 撒切尔夫人是 铁娘子 对铁娘子 而且上台以后 又是 经济上的改革 隔罪了很多人 又是 这个跟阿根廷 打马岛战争 压力非常大 对吧 很多人都觉得 你长途奔袭 这个 胜算不大 但是他非常艰巨 是吧 打这个战 所以他执政的那些年里面 他的压力非常 顶着各种各方面的压力 然后他就说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是这款酒 陪他 扛过来 因为他会在夜晚的时候 就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 就喝一点这个酒 来给自己 加把劲 所以这个酒 就是属于这种高强度劳动 心理压力特别大 心里有鬼 或者精神压力很大的人 用来解压的一款好酒 那这个酒呢 他喝起来 大家试一下 喝点什么感觉 您试一试 我先不说 先要闻 其实这个酒呢 主要的评判 在闻的时候 就已经表现了 比较冲 对 是的 酒精度很高 当然冲了 但是这不是他的全部啊 你闻 有什么味道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搜了的味道 闻不出来 搜了 开玩笑 就是 他会有一点点那个 放了一段时间的 那个葡萄干的味道 你要不下次我们应该 像喝雪地揪通的酒 应该去找这个葡萄干拿来 先抓一把 闻一闻 再闻闻这 我想起来 这就 你看 性价格高 这么高的酒精度 对 一般的 威士忌 40度 43度 这是很常见的 43度 你想要对多少水 对了差不多 三分之一的水进去了 然后这个还是一大只 一升装才两三百块钱 你看 所以这个绝对是性价之王 所以 其实这个酒喝的时候 是喝什么 那点一点水进去 为什么 它确实 酒精度特别高 有些味道太强了 你也不太容易尝出来了 如果加一点水 它的那个口感 它的里面的味道会更有层次 你现在喝可能会被它的酒精度麻痹掉 就是舌头就麻咬 这有个知识点 就是说 英国对这个威士忌的法定规则是 威士忌必须是40度以上 才叫威士忌 4度以下就不成为威士忌 所以它有个起步限制40度 对 然后刚才老冯聊到那个敬酒令 它这里头有一个段子是什么 就是早期不是走失酒吗 所以他们这个爱雷岛上面有个泥梅风味的威士忌 它其实我们现在不是品尝出来像那个福尔马林的味道 所以当时有一段时间 那个酒的走势渠道就是当做医学用品进来的 闻着像福尔马林的消毒水的味道 但是实际上 它其实可以泡东西 对 很多人就去这个药店买这个东西 买回去是喝的 好 这些其实以后讲起来还是有很丰富的这些奇闻意识 我们以后慢慢再展开 好不好 来来来